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独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 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他们中间有五个是乌图的 五个是明智的 那些乌图的拿了灯 却没有随身带油 而明智的拿着灯 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 因为新郎来迟了 他们都打顿而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吧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 整理他们的灯 糊涂的对明智的说 把你们的油分一些给我们吧 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 明智的打说 这些油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 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油的时候 新郎来到了 那些准备好了的童女 就和她进去参加婚宴 门就关上了 最后 急遇的童女回来了 说 主啊 主啊 给我们开门吧 新郎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该惊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那日子和那时间 基督的补赢 基督我们赞美 可能有些人会问 这些十个童女 这个伴娘 为什么五个就那么糊涂的 因为他们应该知道 要准备多少油 等新郎来 现在我们可能看不太明白 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 就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 在我们婚宴是 肯定是 定了一个时间 他们一定要到的 不然的话就是 会太迟 但是耶稣 那个时代 他为什么 讲到这个比喻 因为要提醒他们 你们不懂 什么时候天主又带来第二次 所以那时候的婚宴 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 你可以讲 今天我娶这个女生 还是我嫁给这个男生 然后我们晚上 还是半晚又开始婚宴 但是那时间其实不定的 因为婚宴前 他们两方家长还谈着 关于嫁妆的事情 因为以前就是 男方或者女方会要求一些 嫁妆 所以两方有时候也不是很多钱的 所以一次一次讨论 一次讨论 我要那样多的事情 我要那样多的嫁妆 这方也是我们不能给这样多 就是一直谈来谈去 谈来谈去 谈来谈来 谈到很久的 所以他们不知道 结果会怎么样 还是要谈多久 所以就是要等 没有办法 就要等 等到他们谈了过后 两边同意的时候 才说 OK好 我们就是可以继续有 去参加婚宴 那时代的人 他们也应该了解 这个比喻的 因为他们也是经过 这种婚宴的经验 但是为什么五个 就很不乐的 五个就是他们了解 五个为什么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 知道跟智慧 是两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我们读了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读很多事 我们读很多书 但是未必有智慧 因为智慧不能从书读出来的 智慧是由天主给我们的 如果我们没有开 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 接受还是祈求 天主给我们智慧 我们是永远没有智慧的 一个很厉害读书的人 有可能没有智慧 有的时候没有 可能没有 因为他们的脑海里 就是读的东西而已 因为一二三就是这样子 就是要跟着读的东西而已 智慧的人可能没有这样子想 因为他们是由自己的经验 来学习东西 所以 这个五个 五图跟一个 五个明智的字 也是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 越来越靠近 基督君王 节日 然后过后就是降临起了 准备耶稣的来临 我们要该问自己 我们是属于哪一个 哪一个的 这是明智的 还是糊涂的 我们现在 每个人都有机会读圣经 读 可能解释 圣经的诗 去参加讲座 去听 我们 懂的东西也不少 但是 我们 越了解 我们是否会越 更模糊 其实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耶稣什么时候来 我们也不知道 我也不能回答 那天我朋友也是问 在现在那边 这里打仗 那边打仗 有活摘什么摘 是不是真的 这些是真的 告诉我们 耶稣要来了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耶稣自己说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只有天父知道 但是问题不是 新郎 几时来 就是说 问题不是 耶稣什么时候来 而是 他来之前 我们有怎么样的生活 这五个名字的 他们就是 准备了油 因为他们 他们 也知道 可能 新郎会迟到 那个五 另外五个 没有关系 来就来 没有来就来 没有来 不用点 我们可以 跟其他人借 但是油 是不能借的 因为 好像那个 五个名字 同你说 恐怕 不够用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 现在的人 灯是代表什么 油 是代表什么 我们就是在 等着 耶稣的来临 但是 我们的灯 是什么 就是 可能有两个 一 就是 基督的光 灯 就是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 就是 所谓的黑暗的 一些行程 所以我们需要 基督的光 一直陪着我们 第二就是 我们自己在里面 心里面 有点了一些光 用天主的光 点了一些光 在我们心里面 一直陪伴我们 但是那个光 如果我们 没有一直加油 那光 也是会 灭的 好像你看一个 放蜡烛的瓶子 这样子的 如果 它用了太久 那个玻璃也是会黑的 会黑 如果你不 不把它 清理的话 就没有看到 那个 就不能亮了的 所以我们的 生活也是这样子 灯 也可能 不会灭 但是可能会 我们的心里 会一点暗 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被世界 有时候被世界 迷惑了 我认为 油就是什么 油就是 天主的恩宠 我们就要常常加 天主的恩宠 如果我们没有加的话 我们的灯 也是会 一点点 不知不觉 灭了 但是 这个是 因为我们有时候 太舒服了 所以 今天的比喻 讲到很好 那十个 等了 等了 还没有来 心还没有来 就睡着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 太过舒服了 我们觉得 哎呀 反正还有很多时间 就跟着世界的 所谓的生活 就是睡着了 因为我们太舒服 跟着世界的 广 但是 我们要知道 如果耶稣来第二次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 有没有真正的准备好 那五个名字的童女 就是有准备好 灯 还是有火的 然后 油还是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要属于是哪一个 我们是不是说 哎呀 没有关系啦 还有很多时间 还是说 我每一天 都要准备心灵 因为我们 我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来 可是我们要 祈求天主 给我们智慧 能够让我们 能够真正的 活出一个好的生活 不用一次问 什么时候发生 但是 而是问 我们要怎么样 每天的过一个 好的生活 把我们的灯 不会吹灭 这些终于 这些终于 我们将来 我们来到 末尔的 的 座椅 来到 Christ 的 座椅 来到 座椅 这个是 座椅 来到 座椅 的 看来到 座椅 这些 它 它 tells us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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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是 的 座椅 的 十 座椅 的 座椅 座椅 and the wise ones now of course if we read the god parable just like that we may not understand why jesus uses parable because for us wedding nowadays is fixed the time is fixed the time for dinner is fixed whatever it is is fixed you cannot be too late otherwise everything will go haywire but during the time of jesus wedding times is not fixed it depends on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because the the two parties will negotiate for dowries and those days people are not that well to do so both parties may want something but the other party may not be able to provide so this negotiation will go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until an agreement is reached only when the agreement is reached then the wedding banquet can take place and this is why the people of the time should understand this parable because they have gone through this themselves the thing is then why why do you have five who are wise enough to to keep their land burning and the other five just like they don't care knowledge and wisdom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they are not directly proportional sometimes they can be inversely proportional one goes up the other go down and very often people who are knowledgeable will always lack wisdom because they they only see what is theoretical they see what is logical wisdom may not be logical wisdom may not be theoretical and wisdom it does not come from books it comes from god and so it is up to us to choose whether to increase knowledge and wisdom or just increase knowledge and don't care about wisdom for wisdom to come to us we always need to open our hearts to god to always ask him to give us wisdom to live this life the lamps and the oil what do they represent the five the ten bridesmaids because the bridegroom is late so they were they already fall asleep so for us in this world we fall asleep means we are too comfortable with the world now we are comfortable with the way we live such that we don't even think of the second coming anymore and that is our falling asleep because we don't realize that we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world the lamp can represent the light of christ in our life to guide us through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or the light that burns within us that god gives us but however it is are we able to keep that light burning because even after a while a container that bears light will become dark and we have to clean it otherwise the light will not shine it's the same with us so we need to clean it constantly and to put more oil and what is that oil it is the grace of god without the grace of god we are no better than the rest of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and we just go on partying and drinking and metaphorically enjoying ourselves in a sense it's not that we can't enjoy ourselve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be aware that it can happen anytime and so the gospel tells us to be alert to always have our lamps lighted and trimmed to make sure that our oil is full so that when the time comes when the time comes we will be ready you